大家好,我是雷雷妈 这段时间猪肉太贵了,讲世界了 我们来看看鸡肉吧 肉质鲜嫩有营养,而且价格适中 今天就用鸡肉来和大家分享美食 不炒不炖不油炸 出锅把隔壁邻居给藏坏了 首先鸡肉里边我们加入一点面粉 就这样下手抓住几分钟 知道感觉像这样有点粘手就行了 用流水冲洗干净 做这一步主要是为了去除血水 而且很管用哦,大家可以试一试 现在大家再看看 基本上就已经没有血水了 洗得非常的干净 然后我们准备一点这种可使用小树打 直接倒入鸡肉里边 量就是一勺子的量 继续转入一分钟左右 因为鸡肉中的蛋白质是神双性的 加入小树打可以加以调整 可以使肉质出韧的鸡肉能够充分的膨胀吸水 而变得柔嫩 增强口感会非常的好吃 我们再让流水冲洗一遍就可以了 现在过滤出多余的水分 然后倒入大碗中备用 现在准备一块是姜 切成薄片后切细丝 最后切成姜末 装入碗中备用 挤半蒜 包去外皮后切成蒜末 一起装入碗中 然后加入热油及水香味 搅拌搅拌再加入两勺生抽 两勺老抽 一勺蚝油 一勺料酒去腥 最后加入一勺盐 一勺胡椒粉调味 搅拌均匀 最后加入两块卤豆腐 搅拌均匀 加入卤豆腐可以增强肉组的口感 非常的好吃哦 现在直接浇在鸡肉上 戴上手套 转拌一分钟左右 然后放在一旁 盐汁入味 现在我们准备一点香菇 作为配菜 用剪子 先把香菇棒给剪下来 大家都知道 香菇的生长环境 以及它的生长结构都比较复杂 所以在清洗的时候 只简单地用清水 是不能够把香菇清洗干净的 那样相当于吃虫乱 我们在清洗前 加入一点面粉 再浸泡几分钟 再来清洗 就能够很轻松地清洗干净了 因为面粉有很强的吸附能力 能够把虫乱物质 全部都吸附出来 大家看一看 非常多的杂质 现在我们再换水清洗一遍 换水清洗之后 大家再看看 现在就很干净了 空水捞出 放到案板上 我们用刀 在香菇面上 划个十字开口 这样做 也来可以方便香菇 更好的入味 二软可以增添盐质 会很漂亮 这样就可以了 全部划好 装入盘中备用 锅中提前烧水 微开始加入一勺油 一勺盐 然后下入香菇 增加底味 焯水一分钟左右 现在控水捞出 放入凉水中 快速放凉 然后挤干一点水分 银行 铺在盘底 再把腌好的鸡肉也倒进来 整理凭整 冷水放入蒸锅中 水开之后 大火蒸30分钟 这个时间 我们准备一点香菜 切成段 不喜欢吃香菜的 可以换成小葱 装入碗中备用 现在时间快到了 我们打开盖子看看 哇 好香呀 看着就好有食欲呀 忍不住想要吃了 现在撒着香菜 就可以开吃了 鸡肉搭配香菇 真的太香了 这样蒸出来的鸡肉 非常的滑嫩 再搭配香菇 有一股淡淡的自然清香 不用炒 不油炸 做法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适合老人小孩使用 蒸出来的鸡肉 肉质口感滑嫩 也是非常的入味软烂 轻松就能脱骨 香菇也是吸足了汤汁 入味又鲜香 也要丰富 喜欢的朋友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每天都会分享 不同的美食 记得关注我 我是乐乐妈 我们下个视频见